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礼拜的这个Continuous Type 的Screwing Model 讲这个东西啊 大家如果看完了的话 应该可以理解 它本质上是在讲说 你的这个Screwing Problem 如果你的Agent有Type 而且有无限多的Type 然后会落在一个 Continuous的Interval上面的话 那你的Model会长什么样子 以及你的Analysis要怎么做 然后Eventually 最后帮你推出你的Result Optimal Contract Until Manual Contract 可以被写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些Interpretation 之前Two Type的时候 的Interpretation 都还是存在的 然后还稍微多一点 对吧 稍微多一点 你可以知道 比如说 Two Type的时候 在Low Type上 有 这个 Downward Distortion 那现在你有Continuous Type 你发现 它的 Downward Distortion 是存在在 每一个 不是最Hop的Type 每一个 不是最Hop的Type 然后 以前的话 High Type 可以转到Range 现在是 每一个 不是最Low Type 的Type 可以转到Range 所以 透过 这种 Continuous 的Model 你可以解释的 比原本 Two Type的 再更多一点 至于假设 你真的去看Paper 你会发现 反正有的Paper 是写Two Type 有的Paper 是写Continuous Type 那 这个就很难说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就是要看情境 OK 不过 大家之前 我们先来 确认一下 大家知道 Continuous Type 这一套 怎么做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Step 3 它说 Local IC 加 Local IC 或者是Local IC 然后Step 4 的时候 又把花 迷惑一点 这样子怎么能确保 这件事情 会发生 在做Analysis的时候 我们说 第三个步骤是 我要把 Global IC 换成Local IC 加Monotonicity 那经过了一番推导以后 我们成功也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会变成这样 当我把 Global IC 换成Local IC 和Monotonicity 了以后 我得到这个 reduce the program 那 许而的问题是说 接下来我把 这个 默默的文明设题 又 relax掉 或是说 又有个Local 掉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A加B 我怎么能 对吧 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首先 你原本有 C 就是 Global IC 然后你说 A加B 得起来就是C 所以你可以证明 第25页的 这个 model 和第22页的model 是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就是表示 它的feasible region 一模一样 然后 objective function 也一模一样 objective function 一模一样是很明显的嘛 因为它就是一模一样 那 constrained 一模一样是因为 我们前面 step 3 证明A加B等C 所以 这两个 local IC 加模一整体 合起来 它就会 exactly 就是global IC 好 所以 22页到25页 model 是没有变的 那接下来的事情 就跟22页无关了 我们就是从25页这个 reduce的program出发 我现在就是要解这个program 那我有一个optimization problem 它有一些constrained 然后我把其中一条constrained relax掉 in general 当然可能会改变我的optimal solution ok 所以我才会在整个step 通通都做完了以后 最后要check 说 我的mononicity 是对的 就是我有一个optimal 我有一个problem 假设我有一个比如说LP吧 feasible region长这样 然后 我目标是是想要往这边跑 所以optimal solution 在这里 ok 那今天呢 你可以想像 那是白天有 这里有三条constrained 就像是比如说 这里 这里有三条constrained 对吧 你可以想像 嗯好 这个是local IC 这个是IR 0 这个是mononicity 之类的 你把某一条constrained拿掉 比如说你把mononicity拿掉 feasible region就会变大 就有可能会变大 所以optimal solution 有可能会变 所以你先假装它不存在 然后或者说假装它redundam 然后bblbblb 解完解出这个东西来了以后 它带回去检查它会不会符合这个constrained 如果会的话就没事了 如果不会就 那就再想办法 所以回答你刚刚的问题 如果你把mononicity拿掉 的确它就不会跟第22页的 那种equivalent 所以你最后step7的时候要证明 拿掉它没有差 因为optimal solution satisfied 这样子 那这个问题实际上相当的好 我们就这个问题讲一个 本来要跟你们讲的东西 你看这个 problem 我们把monicity relax掉了以后 接下来做了一些 further reduction 然后最终是给你这个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problem 对吧 然后旧的这个problem 我们做了一些 很奇妙的分布积分 然后还有一次尾分 都要找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接着verify说 哦 因为 我假设 这个fraction 是decreasing的 所以 怎样怎样如何如何 所以我这个optimal的que 会符合mononicity 对吧 所以我刚刚的relaxation是没有问题的 要是 你这个condition不成立 要是你的e-f 除以小f 可能会increasing的话 那这一套 逻辑就不能把他往下推嘛 你就可能会 发现你的q 会decreasing in data 要是那个fraction 没有decreasing in data的话 你的q 你的optimal q 在你relax monotonicity以后 推出来的q 就可能会不satisfy monotonicity 那这样的话 这个答案 就不一定是最佳级 哦 就不一定是最佳级 那么 你就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大部分的这种contract field的课本 就会跟你讲 如果这个condition不成立 如果monotonicity 没有办法被这样子 这个accept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contract会长得有点像这个样子 本来这个是stata 然后这个是qofstata 我说是optimal contract的话 他应该要往上升 对吧 应该要往上升 那 有的时候呢 你会解出contract 他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就是他没有monotonicity 那 这个时候呢 理论是跟你说 optimal的contract会长得像这样子 就是你会找到一个点 按另一个点 然后在这中间 你会把他们 有点像是把多3消成平的 这样子 这样子 你最后offer的optimal的contract 会长得像这样子 OK 会长得像 同笔画的这样 就是你要去修正你 relax以后推出来的结果 relax monotonicity的constraint 允许你得到那个uncontract program 然后一次为分手 最后得到它蓝色的线 但是蓝色的线违反monotonicity的话 你就要做修正 比如说修到变成 这里是平的 这样就符合monotonicity OK 那这个当然很复杂的 我们自己都不太会 所以我们就不要讲 然后它也不是很常用到 你如果真拿这套来做research的话 大概不太会特地去假设 那个condition不成立 因为我们影片中有讲 这个 IFR 那个condition 对几乎所有你找得到的 正常的 这个distribution 都是对的 所以你没有必要特地去考虑一些 非常rare easy tunations 所以 如果能理解到这个程度的话 就算是相当深了 就是假设我们算出来的 那个optimal 的 Q ofStata 就是假设Stata 是 假设固定我们 直接把它算出来 其实算得好 那我们能够确定说 4 就是我定4 跟我定5 定5一定比较不好 因为就是 后面有讲到说 当前面的Stata 减掉来放Stata 一讲来放Stata 是负的的时候 我要定0 就假设 就等于是说 我算出来的optimal 的Q是负的 负3 那怎么确定我定0 会比较好 我定1 我定1 我定0 可以再讲 就是我的optimal 的quantity 假设是3 好了 那我离quantity越远 一定越做好不好 就是 因为后面有说 就是当optimal的Q 是大解出来 是负的的时候 我要定成1 可是 就是 因为就是我说 离optimal 最近的那个quantity 但是怎么确定 再远一点的伺服 可以不更 好 我们来 试图给大家看 这个呢 当你在 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 我们是就着这个式子 去做pointwise optimization 你得到这个式子嘛 这个式子给你的Q 要就是负的 你就说要把它调成0 对吧 那你怎么知道 这件事情是好的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Q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single dimensional的variable 然后你在一个single dimensional的problem底下 去比如说 maximize一个concave function 画一下 今天如果要maximize一个concave function 那optimal solution当然就在这儿嘛 假设你有non-negativity的constraint的话 那它一次后一分出来 符合这个点 当然就是最佳解误 那万一不信底 你的curve长得像这样 然后 那个first order condition的点 不符合你的可选的话 如果今天是first one dimensional的problem 就直接去找最靠近它的那个点就好了 这样的确是会是最佳解误 如果是two dimensional以上就不一定了 但是这里因为每一个Qoftheta 是分开来算的 所以你不担心 这个Qoftheta1 会不会跟那个Qoftheta2 有任何的interaction 就是不会 所以你光是这个做quitewise optimization的时候 你每一个点独立你看 它如果这个点的stationary point infeasible的话 就找最靠近它的feasible point 它的确就会是最佳解误 这里有一个 怎么讲 你已经知道的事情 就是你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每一个theta 已经是独立的了 虽然你optimize的是很多东西 积在一起以后的结果 但是实际上 小theta跟大theta the problem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你可以个别地把它拿来做 这件事情很像 像什么呢 像你two type的时候 也有一样的事情 two type也是弄到最后 有一个unconstrained program 然后这个unconstrained program 你去看的话 它也是ql跟qh是分开的 你对ql为分 在那条式子里面并没有qh 你对qh为分并没有ql 那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去看最原始的problem的话 长这样 objective function里面 ql跟qh本来就是分开的 只是因为你有一些constrained 所以你好像不能个别解 实际上也不能 因为这些ICIR 主要是IC 会跟你说 如果你个别解 个别解就是first best 那first best会infeasible 因为你有ICconstrained 所以你经过了一番reduction了以后 得到了这个 distorted的objective function 不过它还是 对两个qh是behanded 然后你就个自己 那你今天换成是 continuous type 在刚刚的逻辑上也是一样的 你经过了一番推导了以后 得到了distorted的objective function distorted的term就是这个fraction 然后你还是发现每一个theta 这个problem是独立的 所以就个别去解它 这样 所以每一个theta 都是给你一个one dimensional的problem 然后你才可以解 要听吗 不然的话 假设你的optimization problem 里面有两个variable 你就要去deal with 一些什么gradient hation之类的 如果你有三个也就要那么做 那幸好这里 虽然你有很多个 但是每一个都是努力的 所以每一个都one dimensional 你去做就好啦 好,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假设有一天 你真的拿这个model和analysis 来写lake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先formulate 一个类似像这样的problem 对吧 然后你今天是不是要解它 那当然你的problem 不可能长一模一样 所以你的agent utility 一定长得比较不太一样 然后principle utility 也会略有不同 但是只要它们符合一些该有的成 该有的性质的话 接下来你可以解它 解的时候 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你还是 一般来说你可以先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 monomonicity 没有的话 可能可以考虑换model 因为可能model不是很容易解 然后show IR redundant 大概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第三个步骤 一般来说都会跳过 在你写paper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可以跳过的 你会直接进入step4 说好 我们现在来relaxIC constraint 什么意思呢 你看一下 我们在step3 是说IC global IC 变成 monomonicity 和 local IC 对吧 然后我们紧接着的下一个step 是把 monomonicity删掉 所以现在只剩下 local IC 然后你如果注意看step5的话 实际上它是用 monomonicity 去得到这个微分 然后这个微分 接着变成这个积分 它让你可以把binding的t binding的transfer 写出来 对吧 然后再下一个step 就是带进去目标式 然后开始做微分 所以呢 你如果仔细再看一下的话 实际上step5在说的事情 就是把local IC也占掉 然后去得到这个 这个unconstrained program 所以事实上是 global IC 变成local IC local IC 再变成没有 所以你写paper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们会直接说 好今天你有local IC 你有global IC 我来把global IC整个删掉 然后我直接 推出这个东西来 然后直接写出来 然后最后 等我得到optimal的q了以后 我去verify q有mononicity 如果有的话 接下来要verify global IC被satisfy 就很straightforward了 所以一般来说 paper就不会在写那个部分 你如果你的q satisfy mononicity的话 那因为你的optimal contract 长这样 你的t是这样被 define出来的 但一围下去就知道local IC了嘛 所以你因为有这个有这个 就可以imply local IC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在前面去证明 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看到写def的话 step3一般来说 不用这样大被周章一起 只有我们在教你的时候 会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完 那你写def的话 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阶段 然后最后去verify mononicity 就好了 编辑的第一题是这个 这个啊 我们跟你说 W of data 是type data consumer的equilibrium utility OK equilibrium里面 大家会tell the truth 所以是equilibrium utility under truth telling 就是 你找一个 你要report的data 然后 惊讶地发现 说实话是最好的 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里 在影片中 show给你看的是 如果你apply envelope theory的话 会得到这个result 如果你apply envelope theory 那 W微分 就会变成V 大概是这样子 现在呢 请你试者 不要用envelope theory 直接用localic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不要用envelope theory 用localic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那如果你需要点int的话 是这样 W of data 长什么样子呢 长得像 这个式子里面 全部的东西都是data 好 所以你如果直接把它拿来一次尾分的话 会回出很多东西 对吧 因为这个也是sale 那个也是sale 你会回出很多东西 然后你再用localic 去把它消掉 然后再得到check 这是我们现在要你做的事情 好,试试看吧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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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seta 带入seta head 然后就会长第一条式子的样子 然后对seta微分 然后就会是第一的函数 然后加上后面 就是把第一个 剪号前面的 违规 然后再剪掉t-prong-seta 然后t-prong-seta 可以把它 就是从那个限制式的 就是会被bine住 所以就把它带入 然后就会 解出来就是v-q-seta 把什么东西带入啊 就是 限制式 哪个限制式 第一条 就是 deft for 你说localic 对 嗯 好喔 我今天如果 有 w of data 那 它长得就会像 这个样子 但是 data 取代data head OK 那 然后我对它做微分 然后 等一下 跑出很多turn 好 那 如果说 你是那样做的顺序的话 你就是像我们前面 在介绍envelope 0的时候讲的 我们呢 原本 是 让你 先求出某个东西的optimal solution 也就是刚刚说的 你如果有w of data data head 你的optimal data head 是data OK 就是true telling是最好的 一开始先知道件事情 那你把data带回去 w of data data head 得到w of data 然后你再对它做一次微分 然后就把事情消掉 那你如果用envelope 0的话 那流程就是稍微反过来 你呢 是先 先 微分 再 把 artimo solution 放进去 你在这里 你是先 先把 data head 想象成是一个concept 然后 先把它对data微分 微完了以后 再把artimo solution 带进去 这样 所以那一般来说 之后都会比较简单嘛 因为你 两个变数的其中一个 变成concept 所以你微完会比较容易 好 然后 它最后会得到一模一样的结果 你 拿envelope 0來 微分 再带进去 跟你带进去 再微分 然后 突然local IC 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这东西是必然的嘛 对吧 因为你回忆一下 我们在讲envelopes theory的时候 envelopes theory是怎么被证明的呢 就是 我把一个东西拿来 对它直接微分 这个东西你看的话 是它带进去了以后再微分 我觉得你们刚刚练习的时候做的事情 是带进去了以后再微分 所以会微出一大龜东西 但是其中有一个term 会是0 因为它 first order condition optimal solution 一定会得到0 那这个部分就是local IC 这部分就是local IC 所以 刚刚那个地方 你得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并不是很令人意外 OK 所以你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既然直接用local IC 就可以证明的话 为什么我们还要跟你讲envelopes theory 或怎么样的 那你当然就比较好算 另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实物上你在写paper的时候 通常step 3是跳过的 也就是说你不会特地去把local IC写出来 你在做推导的时候 通常你写到这个阶段 你知道local IC 你知道global IC是什么 你也知道local IC要长什么样子 但你没有要把它写出来 那你如果没有local IC的 这个format的话 你等一下自然就 没有办法说先为分 然后用local IC 把那东西删掉 你就要site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才行 所以你既然要跳过step 3 为了简洁 那你在这里就要用envelopes theory 这样比较简单 大概是这样吧 OK吗? 总之就是帮大家确认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东西可以在某一个阶段 把data hat 想成constant 但是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变数没有错 但是你先带进去跟后带进去 结果是一样的 我来应用一下这个basic model里面的东西 我们说我们这个problem里面有一个principle 是个setter 然后卖给agent agent是consumer 对吧 consumer有private的type 就是setter 然后setter bottle 这个小f 大f 这个OK吧 好 那我们来具体一下 这个东西跟你prelecture problem做的东西有点像 prelecture跟你说 data 这个random variable 是uniform 1到2 对吧 我们这里让它是0到1 OK 然后prelecture 有一个cost cost把它设成1 2 对吧 我们这里不要把cost定词 我们让它是c 所以cost就是c 然后can be anything OK 好 就这样 那你像prelecture一样 你的b of q 我们一样设成q 减2分之1 q平方 然后其他的部分就一样 consumer的utility 一样是data 乘以b of q 减t principle utility 一样是t-cq OK 在这三个假设下 试着 1 解出你的optimal contract 解出你的optimal contract 那当然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代表式 data- 那那个东西的话是e-data 所以data-e-data 是你的第一个term 然后乘上e' of q data 就会变成e-q of data OK 那东西要等于c 所以试着画解看看e-q of data 会变成是2data-1分之c 对吧 然后或者是说q qof data 会是1-2data-1分之c 可以吗 好 看到这个你有什么想法 C越大Q越小 C越大Q越小 听哪 大家也是 学了很多东西 对 C越大Q越小挺合理 大家也算是成功很好 比如说啊 你应该会想要看看qof 0跟qof 1 会长什么样子 9293你就习惯了 你以后某个变数 比如说range 你就会想要看看极限状态下 会长什么样子 比如说data如果是0吧 0 -1 就变1加1 OK data如果是1的话 就1 1变正的 变1-1 对吧 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 至少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qof 1 比qof 0大 对吧 那肯定还是错的 因为我们说 他应该要 这个一定要比这个大才行 所以这个问题是错的 因为在信塔-1-信塔那边 信塔要是二分之一以上 才会是带的 带定的 所以qof 0的话 就会变成负的 所以要从信塔 从二分之一开始来算 一下就要从刚刚 哦 这个观察是没有错的 这个term 这个term如果不是0 这个term如果没有大于0 基本上 就不可能会让你整个等号成立 因为你的这个式子 回来看最一开始的这个的话 这个term 我们说它是正的 或者说non-negative c也是non-negative 所以你这个 剪下去的东西 如果小0就爆炸了 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会成立的 所以才说这个 比如说 如果当你这个ratio小了0的时候 你这个q就altimal q 实际上就是等于 是你的technical也是这个样子 那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 这里还有办法成立 对吧 为什么这里都已经负了 还有办法把equation成立 显然就是这个 变成负的 那你如果1加c 嗯 的确就是负的 对吧 所以这实际上 跟这个我们采用的这个functional form 有点关系 你在用这个式子的时候啊 你仔细的看着这个式子 它长什么样子呢 它 向下凹 对吧 向下凹 而且 它是 它是 真的向下凹 它不是一直往上升 它是会向下凹的 你看哦 q如果得0 就是0 那就是q 这是d of q 它如果0的话是0 然后最大值发生在q-1的地方 我觉得q如果是1 那就1 凹数档大概大概像这样 所以 这是customer的utility of buyingqunit 对吧 比如说它要increasing content 那实际上就是在里盘的时候 你的q 不能超过1 超过1以后就不具意了 对吧 对吧 所以比较严谨的写法应该是你的V of q 是 如果q 小一点点于1 就这样 超过了以后你要设计别的形态 那一般来说就是超过的话就是2分之1 这样 这样才是一个 比较完美的 比较理想的utility function 而不是说你让它向下好 但不过如果你好好的follow 刚刚的原则的话 其实也没有差 因为你只要确定这个东西是正的 才往下注 那你自然就不会出现什么 订货量超过1 这种情况发生 OK 你会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采用这个functional form的话 那实际上这里 你就不会有办法 达到这个equity 好 所以我们得到第一个idea 就是beta小于2分之1 小于等于1分之1的时候 q start 属性上应该要等于link 对吧 那有吗 那有谁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我的意思是 关于这个等式 关于这个optimalq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能会去透 这关系的Qme是E-C吗 然后C如果大于1的时候 我们的Q就变成C 所以我是把Q of Theta那一套 是不是要再射大于1 我想学的意思就是 这东西要大于1 所以更严谨一点的写法 就是直接把Q of Theta射成 要么是它不然也是你 对吧 也就是maximal 我写这样的话大概 就谈不上会出什么问题 但如果可以比0大 就让它比0大 如果比0小 就把它调成0 对吧 这样就比较OK 那 刚刚我提到一件事情 C如果比1大 你这个term也会变成复合 对不对 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 就是你甚至连最high type的customer 你都不想serve他 你都要把它的框的0 调成0 那很起来就是因为 对 因为cost太大了 你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2 type的时候 我们讲过一个假设 就是 这个 当你2 type的时候 Type是ZRL跟ZRH 然后我们这里假设C比ZRL小 是消费者的基本的willingness to pay 当你的V of Q是E的时候 你愿意付出多少钱 来买这个东西 对吧 这种假设只是在说cost不要太大 因为cost如果大到你根本不想做争议的话 那这个model讨论下去 没有什么必要 对吧 因为如果cost是好几倍的ZRH的话 那cost无损就是不要跟任何人做生意 这样model解出来没什么意思 所以呢 我要这里来 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给你一个continuous type的project的时候 continuous type的project的时候 总 实际上那个C 也应该要有一些假设 对吧 如果可以的话 你应该要假设比如说C比ZR0很小 那就有点像是刚刚的C比ZR0很小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出问题 你回去看prelecture的problem prelecture是设说 我们这里是uniform 一到二 然后C是设成二分之一 所以你prelecture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因为你C比最low type的还要小 然后因为uniform一到二 所以你左边这个term也不可能会出场差错 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是其他的condition的话 那你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 那这个地方没办法 因为你uniform 那天0到1了 你不可能把cost设成能复得 所以你就自己要注意 贝拉如果小于二分之一 一定是0 贝拉如果大于二分之一 但是如果C够大的话 还是有可能是0 所以你充满了不想要做生意的理由 因为消费者的willings to pay是那么小 而你的C是那么大 OK 好 最后 最后一件事情 观看的这个model 的这个理造 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是比较倾向于exclude high type 还是exclude low type 就是对哪一类型type的人 Q比较有可能会是0 嗯 low type 为什么呢 先看一下数学式子 就是很明显的 贝拉如果小的话 左边这个term 会倾向于变得负等 就是左边这个term 对于贝拉上升而上升 这样子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最后会被你exclude掉 当然就是low type 那这件事情很make sense 对吧 因为你 嗯 我今天 有一群消费者在我面前 然后我想要serve所有的人 挺合理的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 很不想买我的商品 我就会想要 把他们删掉 删掉他们的话 我直接底会从他们身上 收不到钱 但是我可以从high end customer 身上收到比较多钱 因为有一些IC concern 就会消失了 可以吗 这个你在做任何的 product line design的 设计high end low end product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道理 你如果想要serve所有的人 那你的customer base 就比较大 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收到一些钱 但是你如果exclude low end consumer的话 你就少掉一些IC concern 那你的model推出来的结果 自然就是你的high end product 可以收到更多钱 所以到底要不要exclude low end 要不要指serve high end 以前的话 有跟你show过说 比如说取决于distribution 如果你high end customer 只有一点点 low end的有一大堆 就不要这么做 如果high end的一大堆 low end的一点点 就把low end的删掉 OK 那这里的话也是一样的意思 这里的话 取决于distribution 你的f 如果你的f是uniform的 那就是大家差不多多 如果你是比如说 right care 就是low end的一大堆 high end很少 那虽然推倒是很困难 但是你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倾向你把 low end的留着 反正你就会倾向你把low end的删掉 ease later 然后跟 b有关跟c有关 反此种种 但是总之要删 一定删都会 所以大家可能有什么问题 OK吗? OK 好 现在来考虑下面这个情境 我们现在要跳拖这个 seller 卖东西给一群buyer 的这个scenario 我们来讨论 反过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今天有一个buyer buyer要采购 然后他采购东西的时候呢 是当然就是从所谓的seller 或者是supplier身上采购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假设是 buyer是principle 然后seller是agent 所以seller的type是data 那seller的type决定什么呢? 好 决定他的cost 就是单位生产成分 欸? eventually他们会签的合约 一样 是一个q跟t seller如果得到合约 价钱是t 而quantity是q的话 seller的utility 就會是t-dataq 这是他赚的钱 然后sellerq是他生产要花的成分 可以吧? 然后你如果是buyer buyer的话呢 他如果得到qunit 他可以得到b of q 这么大的manity 但是他要付出t这么多钱 可以吗? 实际上这个model setting 你如果说他是to type 他一样可以币 但我这里说他是continuous type 你的beta符合 小f大f 就是有个distribution somehow有个distribution 可以吧? 那我们之前曾经假设过说 假设过什么呢? 这个failure rate 要increasing 对吧? 好 我们之前在同一片上是这样的假设 好 那我们这里来假设一个 有点像 但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们来假设这个ture increasing 好 这个看起来蛮像的 所以 然后你可以试的 比如说verify一下 比如说假设的是uniform 是怎么样 uniform的话 就这里是x 这里是e 然后increasing 当然有什么问题 ok 对绝大多数的distribution 假设这个东西都是对的 虽然它跟它不完全成价 但是假设这个东西是对的 好 所以 你今天 seller的type 是 小f大f 符合这个condition 然后 你让它落在 一样 data0到data1之间 ok 然后 合约长得看这个样子 大家有机会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game的sequence 也很单纯 就是 spire announce 一个 一系列的contract 然后stater选一个 有没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好 那先来写一下 那首先 我们现在要来formulate这个问题 formulate了以后eventure 能不能把它解出来 先试着formulate这个问题吧 先试着formulate这个问题吧 formulate的话 不外乎 objective function ICIR 可以看着 螢幕上的东西 给你的hink 试试看 能不能formulate这个问题 那重点是 谁的有机的体要放在目标上 谁的有机的体要放在contract 看一下这里 我们来把formulation写下 写这儿好了 来 那这种 有点像 formulation的验试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 大家来确定一下 你做得到 一样你的 decision variable 是 Q跟T 所以是 Q of data T of data 然后我们这里把它用 蛋瓜谷刮起来 就是有点 一个set的感觉 所以就是 一堆这种东西 一堆这种东西 好 然后呢 你今天是 buyer 开contract 所以是buyer的utility buyer的utility 所以 ceta 从ceta0到ceta1 里面要放的是 buyer的utility 就是 V of Q of data -t of data -t of data OK 这里是buyer的utility 然后是小f 然后 这样 目标是可以吗 好 然后是constrained constrained的话 那当然就是 agent 就是setter的utility 所以比如说 t of theta -theta q of theta 这东西 ic constraint的话 要大于整理 你的type 是theta 但是你可能会去 选别人的额约 所以你这个可能会变t of theta -theta -qof theta 这样 然后这件事情 要对所有的data 跟data k of theta 都要成立 哦 那你当然还有 ir constraint 这样子 诶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吗 好 如果可以的话 接下来是step1 step1是要 show monotonicity 对吧 你就不要 呃 大家不要偷懒好了 你应该会看到 我要拿的事情 要拿两个ic constraint 来相架 对吧 拿两个ic constraint 来相架 虽然市场不太一样 但是你follow 这个idea 试试看 你拿两条ic constraint 相架 能不能得到 摩托同一色情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q 应该要递增和递减 好 试试看 因为这只是verification 我就直接 展示一下怎么做 好了 好 大家来对一下答案 假设你有t of theta -theta q of theta 大于等于t of theta hat -theta q of theta hat 这是一条ic constraint 同时你可能也会有另外一条 就是针对 data hat 这个type 在做的 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反过来 这样 type 为data hat的人 如果选了 feva 的contract 就变得比较差 这样 如果两条加在一起的话 t的会消掉 所以你就剩下 比如说 你把这个turn移到右边去 你会得到 data-data hat 乘上q of theta 小于等于 这个turn拿过来 data-data hat q of theta hat 这样 好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要把某个turn 消掉的话 你要去提醒你自己 你是把data 说成比data hat 大很小 假设是大吧 那这件事情 你就会有这样 假设是小 那这里就要乘一个符号 就是反过来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的type 比人家大 那你吃的东西 就比人家少 所以呢 q还是有无隆重的 但是它是递减 不是递增 可以吧 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趣的观察 因为以前是utility data影响的是消费者的utility 所以消费者越爱吃了 你就给他越多东西 现在是cost 所以cost越高的人 你就给他越少生产的工作量 因为这样比较efficient 能力比较强的人 就给他比较 能力比较强的人 成为较低 你就给他比较高的工作量 所以是这个样子 这件事情是可以verify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那在下一步呢 就标准多吧 你要去证明 所有的ir constraint 除了一条以外 都是redundant的 除了一条以外 都是redundant的 那 基于monosomicity 跟刚刚反过来 的这个观察 你可能也会觉得 哪一条ir会redundant 也是反过来的 所以follow上面的做法 试试看 去证明 只有一条ir constraint 是需要的 今天一样 你要证明 ir constraint redundant 就是利用ic 和最后剩下的那一条ir 所以比如说 t of theta -data -q of theta 它是ir的leven sign 你知道它一定会 会大于的t of theta hat -data 乘以q of theta hat 对吧 for any theta hat 那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想要 再更进一步的话 因为你的 theta那个像 是放在 符号的后面 所以 这个时候 你只能说 如果 theta hat 比theta 来得大 如果theta hat 比theta 来得大 那就等式就成立 对吧 所以减的东西 变得更多了 然后最后再来得大一个点 这样 OK 所以呢 基于这个理由 你知道 你可以把这个theta hat 换成是谁 换成theta one 那就会找得跟那个东西很像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那一条constraint 就是theta one 的irconstraint OK 所以就是 呃 最 成本最高的那个人 是最不利的 eventually 他会赚不到任何的钱 其他人的话 他们的ir会redundant 所以他们会赚到一点 OK 好 stev3 stev3 stev3是证明localic e 加monotonic 等于globalic 这个东西大家回去有时间自己练习一下就好了 那因为实物上我们会跳过它 所以我们这里也来跳过它 假设这些事情已经做完了 所以你现在的formulation已经 稍微已经变了 你的ic constraint已经不需要了 你现在只需要localic 和monotonic 射清 openic 我们这里就不把它的functional form 写出来 但是你知道你要写的话还是可以的 OK 就是拿 这东西来 做一些类似微分的动作 那我们总的也就有这个 我们就来endore stev4 stev4是 把我们的同性课题删掉 删掉 删掉 OK 好 接下来这个 这个step 比较critical 就是它比较 需要一些练习 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是怎么做呢 你要先define 所谓的w of theta 为这个样子 然后利用emlop steeler 去做出它的一次微分 这样子 做出来了以后呢 你在紧接着下一个步骤 是把w of theta 改写回一个积分的形态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w of theta 1 将会跑出来 在现在的problem里面w of theta 1 会跑出来 然后你可以argue说 它一定要变成是0 然后得到t as a function of 这个积分师 所以再步骤一下 首先你要define w of theta 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要把它围出来 围完它了以后 再把它积回去 往最后把它改写成 把t改写成这个样子 来 试试看吧 这里最后做出来的东西 逻辑上跟刚刚的东西很像 但是方向上会有挺大的不同 这个务必要亲自体验一下 最终的目标是写出 t of theta 等于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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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有一堆 有一个积分式在那里 在那之前 先告诉你你 w prime会变成什么 我们define所谓的w of theta 是你把theta 带进 这个你的reported type里面 就是我的type是theta 而我reported theta 的utility是多少 那在我们这个prong的里面 w of theta 就是那个样子 你的ic constraint the right hand side OK 这个是你ic constraint right hand side 可是你的type明明是data 而你讲data hat 的话 你会赚多少钱 然后 w of theta 是incalligram 因为你会说实话 所以incalligram 会赚多少钱 那我现在要把w 拿来 微分 的话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 把w data data hat 拿来对data 微分 得到fu q data hat 再把 data 带进去 所以就要fu q data 這樣子 OK 这个很显然是应用envelope deal的 你会得到这个东西 那很显然比它会是负的 OK 好 假设这个你还OK的话 就往下做 下一个步骤是 你要把w of theta 写成 某个积分 加上w of theta 1 写成某个积分 加上w of theta 1 写成某个积分 这个 需要一点练习 大家懂吗 是不是 你已经知道w的微分长得怎么样了 现在试着recover 原本的w要长得怎么样 来有没有人要讲讲看 这个菜人会是什么 它势必是某个积分嘛 然后里面要放的内容 呃 可能是q 也有可能是-q 对吧 看你喜欢哪一种 那比如说假设我放q好了 那上下界应该要变成什么样子 从哪里到哪里 从data到data1 OK 那为什么呢 呃其实老师说也没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 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推出这个东西来 不过 你可以先verify一下某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 q呢 本身当然是一个正的东西 然后你从data7到data1 是一串正的东西 这整个term是正的 那这样听起来挺make sense 因为大家都赚得比data1 这个家伙来得多 这样 你如果不是很熟的话 你可能会写出比如说类似像这样的 ok 或是像这样 那这两个当然都不对 因为这两个的话 这个积出来就会变成负的了 因为这个跟这个是差异负好 然后这个跟这个也是差异负好 所以你如果积出这两个东西来的话 就不是很对 最后应该是要得到这个 可以吗 好 刚好 那么有了这个term了以后呢 最后一个step当然就是 就是你现在已经可以直接说自动式应该要变0 对吧 可是在optimal solution里面 你的ir theta0 讲做ir theta1 势必要miting 这东西就要等0 所以你的data of theta 就真的就是这个t跟下面 所以你的 optimal的t of theta 应该要找怎样的 optimal的t theta 取决于你一开始的definition w of theta 等于t of theta 解data of q data前移q of theta 所以你的t 当然就是把它移过去 就是data q of theta 加这个积分项 ok 好 从这个式子来 这个式子来 好 现在你有这个 再下一个step 就是要把它代替目标式 就是 里面有一个t 对吧 把这个t 用这个t换掉 然后 你会得到一个双重积分 这个时候你就要apply 标准的 跟分布积分的活动 我就投入掉那个分布积分 eventually 得到一个something like this 试试看 虽然很standard 但是 怎么讲呢 你就试试看吧 你就试试看吧 我这里很快做一遍给你看 基本上 东西需要分布积分 所以你就follow那边的suggestion 东西叫u 东西叫db 那底下 就要有uv-v-u 好 uv是吧 uv是吧 就把直接这东西抄下来 u 就是u 就这样一整个 u呢 就直接来 u 那 uv嘛 v是db的积分 就变成大了 然后从data0到data1 然后减 积分 data0到data1的 v-u 那v 又来了 又是他的积分 v 然后d-u d-u d-u是这个 这个东西拿来d-u的话 会得到什么呢 会得到 data在这儿 所以就得到 foo qofdata foo qofdata 你前面就加一个复号 这样 然后dobestata 感觉 不是太好 那应该OK 好 所以你第一步骤完 应该会得到这个 OK 然后在接下来你要试着把前面东西带进去 你如果把data1带进去的话 这里就没有东西 你如果把data1带进去 第一个term就是0 对吧 这就没有 你如果把data0带进去的话 第二个term就是0 所以就也没有东西 所以那东西积出来就没有 就只剩下第二个term 那我就不从简直啊 对吗 对吗 好 那我们就来把这里的place掉 好 那我们就来把这里的place掉 剪掉这个term嘛 那这个term就是正人 你就剪掉这个term 这个term 对 对 OK 可以吗 好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人做出来的人不太一样 好的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 因为时间不够我就直接把它做完 看着这个式子啊 你马上底也会想要对它做 quite wise optimization 所以你就只看大括号里面的东西 那你在这里要对q为分 所以你为出来的东西会是b' of q 减掉 data 然后再去等 对不对 对不对 等于data加 这个东西 这样子 然后这件事情是对所有的q都成立 这个东西就是optimal的q 这个时候咧 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 他 你会想要拿他来跟first best的离架 对吧 first best的我们是没有做给你看 但是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下 他就会是data 他就会是data 那second best的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term 这个term是正的 对吧 这个term是正的 那你data这个函数是b减 ok 所以你如果东西要变大 就是你的q要变小 所以你可以证明 q star of theta 比q first best来的小 ok 可以这样 这个rate其实少成一个 哪里啊 大F除以小f 大F除以小f 然后乘上什么 哦 就是bush 就是刚刚这里有一个q 所以这里有一个q 我们把它写出来了 这样可以吗 好的 好的 所以你还是你要得到这个 这个东西是从这里最q为分而来的 然后这东西就是他的 也写这个加号 那他就是得到你的加号 ok 所以这东西可以证明 你还是会有downward distortion as long as 你跟type 不是最high的那个type 讲错了 就是最low的那个type 如果你是type的 theta0 就是成本最小的那个人的话 theta0带进来就是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distortion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有 不是的话就有 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efficiency at top 或是efficiency only at top 这样 然后 你最后会想要verify 某个同性的题吗 那就是这个 诶 这个turn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turn叫做地震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假设这个turn是地震力 所以 theta变大 这整个东西在一起变大 但它如果变大的话 你的q就要变小 对吧 对吧 所以你的q的确是变小 ok 然后这是based on 你的这个 大F小用法 的假设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题目就算是做完了 你的optimal contract 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 它有distortion 它有 它有efficiency at top no random button 东西都一样 但是 都是反过来的 high type变成 low 然后low type变成high 然后谁赚得到钱 谁赚不到钱 一样是根据 谁有动机说谎成另外一群的 对吧 成本低的人有理由 假设问题的成本高 这样子 谈判比较有效 所以 所以 你如果做事情做得很快 你也会一直假装说 一直看不透 要念很久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low type 假装的high type 你如果能力很强 你可以假装自己很弱 可以赚到rent up 好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continuous type的介绍 你不管agent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的 或者是各式各样情细怪怪的可能性 实际上 configure type 通常很多就是正负反过来 但是实际上都是可以做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个人觉得很神奇啊 就是 这种事情也有人可以想到 对 然后还可以推出来 然后最后还可以 挺漂亮的 然后还可以说明说 诶这个 这个downward distortion啊 然后这样子啊 然后还刚好 贝达是0的时候 贝达是TL0的时候 就没有distortion 之类之类的 反正我那时候看觉得很酷啊 对 所以后来就觉得 都挺有趣的 后来就做这个 对啊 你就算以后不做这个也无法 但是你 希望大家可以appreciate一下 就是 这件事情就很酷 对 对 然后 有时候 酷到不禁令人觉得这东西是不是巧合 就是我会觉得他不是巧合 就是他最后可以推出这些东西来 就是 我觉得他是必然的 我不是因为model长这样 所以碰巧推出来的那样子